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训练我做校队 参加学界比赛 获得成绩 其实是没有想过的 完全没有想过 体育会成为一种事业 我记得如果我曾经拿过奖回家 就跟妈妈说我拿了奖 他说可以吃的 他还用这样的语气来说 做运动没用的 读好书 这些就记在脑里面 但自己觉得对这个体育很有兴趣 就继续去做 其实我在跳水的成绩更好 我跳水是全港冠军来的 因为我体操的基本底 跟着我在跳水那里的成绩更好 两边都有玩 进到港队 那时其实家人是反对我去训练的 因为他宁愿有时间我去帮一下家 我家做小贩的 多个人帮手就更好 你去什么去练习 那时就尽量抽时间去帮完刚刚手 去去训练 那anyway自己是喜欢的 那变了就觉得有一次机会 就是我认识到一个老师 那他就说有些公司呢 就是聘请一些体操教练的哦 我这么说 但我没有体操教练牌的那些东西 那不要紧要你做做assistant 那些东西先 那这个是我初初在1987年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这个教体操这个行业 那现在主要来说 我都是在余景湾啦 香港大学啦 或者在加拿大国赛校呢 有一些的体操的program的 那现在都大约有三个学生 在跟着我们的 那现在一直就由三岁到十四岁 都是练一些体操咯 那其实体操是很广泛的 但是就最后的体操都是 其实就是控制你自己身体 那我们三大元素 我们教孩子就是 就是基本的靈活性啦 的柔韵性啦 以及力量 以及他们的协调力 那变成我们就是 用这几个方法 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体育精神的套路 有一个体育精神的套路 用我们的程序渐进式 有纪律 但是也都很好玩 我们说discipline refund的方法 去培养小朋友 希望达到引玉生心灵的目的啦 那其实我暂时来讲 最大的成就呢 就有些小朋友呢 就在我这儿学过体操之后呢 那跟着我们就会推荐他去香港队啦 那其实我们很多小朋友都去了香港队啦 那另外有些就会是 因为我很多是国际性的小朋友 很多是国际学校的小朋友 那他们去到很多大学的大学的体育 体操比赛 那最好成绩的一个呢 就是拿了全世界世界体操 全世界大学体操的奖 那跟着他就打电话给我 啊Mr. Chen很多谢你啊 就是没有了你我就没有今天啦 就是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啦 那这个是我觉得 我做这个体操教练 最大的一个回报啦 我觉得 那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 就是跟这家公司叫做Yusana公司合作的 它是一个Health Science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呢 人那些的健康呢 真正的健康呢 就有五个范畴的 那就是第一就是Stress Management 就是情绪管理啦 第二个就是均衡饮食啦 第三个就是充分休息啦 第四个就是适当运动 而第五个才是注意你的营养補充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推崇着这个东西 那我们叫做Health and Freedom 健康与自由 那我希望现在那些人都可以 可以拥有一个健康与自由的生活啦 那就是去将它们本身一些的 慢性的退化症疾病去减低 就是例如糖尿病啊 心脏病啊 癌症啊 那预防性的治疗 我希望我现在可以在这个范畴上 再做多些事情啦